随着天气转暖 风动了五个多月的中俄借江 乌苏里江虎林段已经全面开江 往年乌苏里江开江都在四月中旬 今年三月份以来 黑龙江省虎林市的平均气温已历年同期高 因此今年开江期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次 也是乌苏里江连续35年文开江 开江跑兵牌是乌苏里江流域每年的一大景观 据历史文献记载 乌苏里江开江分为文开江和武开江两种 前者是指冰层慢慢融化 声息不大 武开江的场面则不同 一块块流动的冰牌随江水流动的同时 相互间还不断挤压撞击 响声不断 上世纪70年代 乌苏里江曾多次出现气势磅礴的武开江场面 在乌苏里江边欣赏冰牌美景和冰牌合影 已经成为春季旅游的一大亮点 游客们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 记录下着壮丽的景观 我每年的初孙集结都到乌苏里江来拍开江这个场面 今年的开江比每年来的更早一些 每年都是在4月的10多号左右 今年4月3日就开江了 每年都冰的非常的零碎 今年的块特别大 整个开江的场面特别的壮观 非常值得一看 由于乌苏里江刚刚解冻大量兵牌堆积岸边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为确保开江期间人员安全 驻守在乌苏里江边的边防派出所民警 对重点水域重点地段进行巡逻 并对临江作业点旅游点居民区的群众进行走访提示 防止出现意外 乌苏里江已经开江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 大批游客涌入虎头 观赏乌苏里江的开江 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虎头边境派出所 在开展疫情防控的同时 加强一线巡逻 对来往的游客进行安全教育 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